每一次在祷告会牧师都会分享短短的经文 一方面你就注意听牧师的分享 一方面做一些操练 帮助大家在如今的生活当中 与神的话来相拥 今天的我们来看《约伯记》第37章14到18节 《约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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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念一个地方 四十二章第三节 预备 请 岳伯记不好读的其中原因 是他这个论证 他的论证相当的困难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读他 要一次又再一次去读他 他是智慧文学当中的一卷 不过我们稍微可以了解 这段圣经在跟我们讲一些些的事情 牧师把这一段的经文来分享说 祷告是一个由下往上看的生命的探索 我们当中都有爬山的经验嘛 有爬山的请击手一下 手放下超过四十三 那因为牧师都从小住山上 我也忘了我到底有没有爬山 爬山的人的经历都有一个感觉 就是当你越爬越高的时候 然后你爬到这个高峰的地方 你往下看 你发现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你刚刚才遇到的人 或者刚刚才住过的一个房子 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你由上往下看 他变得怎么样 他变得很小 然后你也看见你自己 你也变得很小 就是爬山者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如果要探索这个世界 探索这个宇宙的奥秘 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上帝的伟大 叫我们没有办法测度他的奇妙 诗篇二十九篇第三节 诗人将讲说 耶和华的声音在众水上 荣耀的上帝打雷 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 在山上我观看 打雷之前先一个动作 先闪电 闪电跟打雷 轰隆的声音 他们这两者有一点距离 算过几秒钟吗 大概两秒到三秒 要看这个雷是不是很前面 或者很远的地方 有没有听过雷的声音 在中立听到的雷声 跟山上的雷声不太一样 中立雷的声音我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有没有人可以叫一下 中立的打雷声音怎么叫 叫一下 闷了 我在心窝的时候 海边的雷声音是听到 比较小声 咕 咕 就这样 但是在山上的声音 那雷非常的靠近 然后声音后面 很震撼 很震撼 然后有一次 也就是说这个雷的声音 我们都知道说 它是怎么个产生的 正电跟负电这样撞击在一起 你大概知道 探索它的原理 但是你要知道 读圣经人头脑很简单 我不知道怎么发生 但我知道谁让它发生 神的创造就是这样 你知道这是个原理 但谁让这个原理这样发生 谁让你吃了饭你就长大 你就长大了 谁让它这样发生 你知道种了这个菜种子 到土里面 你按时候给它浇水 它就长出来的芽 说这个菜啦 红杏菜啦 高丽菜啦 你知道这个原理 那谁让这个原理 这样承行 是谁是谁 是他 你没有办法去否定 然后有一天 有一个人在登山的时候 他真的被吓到 那个雷击声音 不断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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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打 就打到旁边 突然之间 打到一个大树 树就硬生而倒 砰下来的时候 就差这么一步 倒在他的脚方面 他非常的惊讶 恐惧的心 回到家里面 他跪下来 他跪下来 他翻开了一个震惊 他在那里 感谢上帝 我们打开 诗篇39篇 第四到第七节 好 我们一起来念 一杯 请 耶和华 求你叫我晓得 我身之中 我的瘦数几何 叫我知道 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年日 窄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 在你面前 如同无有 个人最稳妥的时候 真是全然虚幻 世人行动 实习幻影 他们忙乱 真是恍然 积蓄财宝 不知将来 有谁收取 主啊 如今 我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 在乎你 好 听到这个地方 我记得牧师讲过 圣经 有他的圣经情境 他是不变 也有发生过了 世人写 有他的情境故事 可是 我们的生活 也有我们生活情境 随着我们年岁的成长 你的丰富 你生命的历练 有许多的故事 成功失败 人生的悲欢离合 累积到你的生命当中 当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情境 再读到圣经里面 圣经情境 又回荡到你自己生活的里面 这两者之间 互相的碰撞 产生新的意义出来 所以今年你读这个新的圣经 有新的意义 明年你再读 又有新的意义 今年你跌倒了 你生病了 你读了圣经 他的意思又不一样 这就是故事 非常生动的故事 值得我们写下来 这个人 他会怎么看这个圣经 他刚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跟上帝忏悔 他跟上帝忏悔 他向上帝祷告 上帝透过这个累积 跟他说话 这个经文就变得非常有意思 当诗人 在第十篇第八篇三到四节 他跟上帝问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成色的月亮星数 便说人算什么 你敬顾念他 诗人算什么 你敬眷顾他 十篇第八篇三到四节 这一句话在提醒我们 我们只不过是散布在 一个平淡无奇的星球上的 一措尘土而已 是上帝使这个尘土 成为有灵的活人 是上帝他安排 让你的生命有意义 是上帝 上帝是所有实体的中心 是爱的源头 是一切能力的源头 这一方面让我们学习 往下看 这功课是要我们学习 在神的面前谦卑 一方面要往上看 瞻仰上帝的荣耀荣美 每天你看见星象天气的变化 你都不一样 我们很小的时候 我们的长辈教的我们说 哦 这个天象特别的漂亮 也就是说黄的特别黄 红的又特别红 他说台风来 老人家告诉我们说 现在我们曾志伟叫做台风草 是吗 他真的学习叫什么 不是叫台风草 老人家说 哦 这个折几次 今天有几次的台风来了 原住民的话称台风叫做大风 你知道我们的家 小的时候都是用竹子盖的 是爸爸自己盖 找几个信徒一起来盖 我从小到大 我们的房子大概换了三次 那竹子呢 是我们自己竹子 这样劈开来 折两半 中间的街把它打通 然后墙壁呢 就是一层 屋顶呢 就两层 但有的时候房子老了 那个竹子呢 三年以上才可以砍 刚盖起来的时候 房子就是一栋全部都是新的 绿色的很漂亮 过了一年比较黄色 过了第三年稍微暗色 过了第四年灰色 到了第五年灰黑色 台风来了 木头柱子木头也比较 蚂蚁也俯视 台风由冬而西非常强 我们的房子 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 稍微头要偏向 第二年台风又吹 从西向东 房子吹吹 所以我们睡觉又睡这样 有的时候习惯了 所以我们说话都会变这样 你从哪里来 并不是我们瞧不起人 是房子这样 就这样子我们非常害怕 非常害怕 房子拆开来了 你知道吗 这个墙壁是两层的珠子 下面全部都是蛇皮 有眼镜蛇的蛇皮 有青猪师的蛇皮 有龟格花的蛇皮 蛇跟我们一起住 住了很多年 他们没有打架我 我们也没有打架他 但是如果他偶尔头探出来 我的爸爸一定把他抓起来 当正把他打死 他如果偷吃母亲生的蛋 我妈妈生气 我的爸爸一定要出手 把那蛇拿出来 转了几圈 把他甩在地上 那个蛇叫做 比较臭臭的 臭臭的 臭青 你们要听他 听一下牧师说一下 这个臭青是他怎么吃耳蛋的不是呢 耳蛋 你们听过 耳蛋这么大 你牧师的卷头要大 但是那个臭的这个蛇 他很粗很长 有的时候长到 大概有两公尺 两公尺半 牧师的手臂这样这么粗 但是他的嘴 还是没有办法一口吃下去 蛇都是吞下去 利用他的这个肌肉 把他挤碎 但是蛋太大 所以他卷起来用身体想要 比较他 但是鹅蛋很坚固 鹅蛋很坚固 鹅蛋好像就说 我就是不给你吃 蛇很厉害 上帝跟他说明 卷起来 他的头就放在上面 他在做什么 他在想 你以为我答案跟你们一样吗 他在想 说我怎么把这个蛋给弄破 所以在想的过程当中 他就撞击这个头 撞 撞 一方面压 一方面撞 不压 蛋壳总是破裂 他吃了 他吃了两个 我的妈妈看到 气力的咬 他会叫 我们的兄弟就跳起来 我们也怕 那个竹子 拉不出 当时立刻就刀 削两弹 变成非常尖的这个卡树 我的爸爸说 竹子压下去的时候 交给你 绝对不能动 所以 削的时候 他把蛇一拉出来 他一打 这蛇啊 有的时候 你一拉出来一打坐 在刹那时间 他患了一种病 什么病你知道吗 叫做 晕眩症 然后 晕眩了 怎么回事 他还没有在 醒的过程当中 立刻一个打上去 压他的头 立刻第二根 就放了身体 我的父亲就立刻用这个时间 要去把锄头 刀打他的头 但是你知道他的尾巴好厉害 尾巴捆住我的脚 哇 我当时要跳起来 吓死人 竹子也丢了 赶快跑 赶快跑 然后爸爸就说 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个字不能念 山上的生活很有意思 你在山上的过程当中 生活当中 就观察 观察 非常的多 我们发现 我们在这个世上 生活的时候 我们只不过是一搓 土 使上帝让这土有生命 而且是他生命里面 一口气吹到里面 他变得非常有聪明跟智慧 一方面向下看 我们千费 一方面往上看 遵从他 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 上下摆荡 你越来越圣洁 祷告就是这样互动 约伯是一个艺人 不是吗 然后大家都称赞他 上帝也称赞他 他始终都保持这个形象 以至于他遭受无法抵决的患了之后 他保持沉默 然后他不得不在神的面前提出问题说 为什么 上帝从头到尾没有回答他 一件有关这个苦难的事情 从头都没有回答 上帝只说一件事情 约伯记38章第4节 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 上帝用他的创造来回答 他心里面想要问的问题 38章第4节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 你如果有聪明的话只管说吧 然后约伯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我问的问题我自己不明白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上帝的人 虽然不能够像起初 还没有堕落之前的亚当 夏娃跟上帝是这样的 没有任何的拦阻的互动 但是必须承认 我们已经是在堕落之后的后代的人 我们不能再像从前的亚当跟夏娃了 但感谢主 使耶稣帮我们救活 生命就开始向上帝活 那么圣灵开始种下上帝国的种子 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以因此每一天 我们必须学习用祷告 跟神来互动 所以祷告 就是根据上帝所说的话应许 在我们灵里面 跟主耶稣连结在一起 每一天你要调整自己的方向 就像你到了山上 你再次检验自己 原来我只不过是这样 就像那个人爬山的人 经历过这个雷吉 一个树木倒在旁边的时候 他整个人吓坏了 他回到家里面 重新祷告 调整他对上帝的态度 每一个人的命 每一个人的身体 如果不是上帝允许的时候 魔鬼不能够伤害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如此说 这就是理所当然 不 每一天你都要学习的感恩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你至少可以找几件事情 感谢上帝的 有一对新婚夫妇 太太跟老公讲说 老公 我们以后就这样恩爱到底到死 好吗 老公说 好 每天晚上我们要彼此讲 对方的十个优点好吗 好 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太太跟老公说 老公请你换你讲 我的十个优点 老公说 我讲不下去了 这是真的 因为我们没有真心来对待对方 我们真的讲不下去 但说实在 你要我现在讲十母十个优点 我也真的讲不下去 我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对师母的好 不用说的 不用动作的 你们也是可以这样的 轻轻的拥抱 轻轻贴着他 这也是一个说他 诉说他的好 不一定能说 像我们称赞人家 是很自然的 是很自然的 弟兄姐妹 祷告是一个很好的功课 像由像而上来观察 祝福大家在祷告的生活当中 有很好的学习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后上帝 谢谢你 让我们在约伯的身上 看见一个祷告的学习 他从这样的现象看见 他原来他所问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回答 主啊 有的时候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 是很余佐 你可以不要回答我 主啊 但是你拖延那么长的时间 你却让我们越来越明白 让我们真的来体会 你保护我们 你爱我们 这个事实永远没有改变 献上我们的感谢 奉靠耶稣的名 阿贝 我们再唱一首 再唱一次 全然为名 一首 一首 我 一首 我的眼光 和 稀释 安安 主 是你 耶稣 随着你心里 天地地 来充满我 放下为自己 抓住你 放手交给你 我的祝福 我愿使你开心 对你的爱 不断拥有 我生命细细 全能为你 如同相高尽荡 无悔的付属 只愿你心的满足 我生命细细 全能为你 如同相高尽荡 全心来欣赏 最深的真实地上 我生命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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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命细细